狂风之下在高雄还有两间餐厅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有一间旗楼下的瓦斯桶还被强风吹走 另一间二楼外墙不敌 强风直接被吹翻 室内变成室外 店面监视器画面拍下店前的情况 狂风暴雨狂刷 餐厅前面地砖整个湿透 只见风越来越大 先是放食材的篮子被吹走 接着纸箱塑胶液也跟着被吹飞 但这样还没完 台风山陀儿的威力强大 就连重到不行的瓦斯桶 都抵挡不了呱起的暴风 从室内被吹到大街上 山陀儿从高雄小港登陆 框框处强阵风达到12级以上 这家在第50年的客家菜餐厅 其楼下的东西几乎都被吹不见 老板娘将在监视器所看见的景象 投上网苦笑称要去捡瓦斯了 而同样是一间客家餐厅 高路上有民众分享小港区洪平路上 这间美农客家美食店 因为不敌墙风 上头水打漏水 水柱往下喷 铁皮墙直接被墙风掀起先翻 当场室内变成室外 二楼桌子椅子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餐厅看板也直接掉下来 气象局指出 接近台风中心出现约每小时126公里 相当于12级的墙风 瞬间最大阵风更可达约每小时162公里 相当于14级风 连在第好几年的餐厅都拿山陀儿眉折 在网络上看到影片的网友也留言 台风帮您免费拆屋 只能改成开放式产品了 同时新闻众路报道